這個現在有Apple Pay啦 我們要開放Apple Pay 到現在為止 人家說你們並沒有開放銀行可以遞建申請發行Apple Pay 所以事實上是你們有意在delay這個事情 外界有這樣批評 我這邊要鄭重聲明 來那你再講一下 因為原來在前任的那個院長 那個張院長的時候 他提出那個五個原則裡面 有兩項需要我們金管會這邊去跟相關的單位 去演繹怎麼做 讓人家那個能夠來進來 那這個地方我們也 那你演你演久咧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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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久 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請那個我們的那個局長 他已經開始在開會 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報偉我們這個要先跟國內的銀行界還有電資 沒有我時間到了細節不用講 時辰表有沒有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我們大概下個月齁就開始跟大家 一個月以內可以嗎 開始溝通 一個月以內可以結果出來嗎 結果是指那個 就出來 現在現在 人家外界指責你們根本不想開放啊 我們 玩假的啊 沒有沒有 你只想溝通還一樣沒有答案啦 因為那兩項部分 需要去跟他們去 互相去表達意見 這樣沒問題啦 如果這樣子的話請問你有沒有想過 Google Pay Samsung Pay 有沒有想過 開放時辰 同步 跟Apple Pay同步嗎 這個要一項 你們共同玩的是一起嗎 Apple Pay Google Pay Samsung Pay 一起 這個一項一項來齁 因為這個裡面牽涉到這個非 信用卡的部分也要一起能夠上 這個大家都要講 Fintech Fintech 這就是典型的Fintech之一啦 很重要的Fintech 不是主要講的什麼Fintech 這個就是Fintech 對不對 把Google Pay 對不對 Samsung Pay 還有Apple Pay 給我弄好吧 是 謝謝